作曲 李宗盛 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虎虎骑车的变形地干分享时间 这是我们1679集 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一款TT社所推出的变形地干第七集的 觉醒的Atmos Prime 这款玩具我台币1490块钱买到了 可以说是非常的划算 1490 这个比现在L级的玩具打折的入手价都还要在低 然后这款玩具的表现的话是远远超过于现在L级玩具的表现的 那我们就直接的来看一下它到底有哪些值得我夸奖的地方 首先附带了一对的武器 但是这个武器呢 可以看到它的掌中心 并没有锁定的卡扣 所以它握紧的话完全是靠手指的力量 那我的感觉吧 握的并不是非常的稳固 那武器就算结合的话也是比较容易去松动的 武器的造型的话是弯刀 然后上面的涂装量是量 但是这个塑胶太过于焦了 所以看上去质感稍微欠佳 那可以扣在后面这个地方 那扣的时候呢 请小心一下 因为它这个塑胶其实有一点软 我扣的时候角度不太对 这一侧的话 这边这个不小心被我蹭掉 一下子就被我蹭到一个角 蹭到一个角之后呢 它就怎么样 就是粗度就减少了嘛 所以扣上去的话呢 就变成说没有办法扣得很紧 而且它的插槽本来就很浅 然后你又受了伤 所以它就一个卡进去的一个紧实度的话 就得到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扣分 各位知道一下就行了 那它的头雕可以替换 这是一个面罩的一个脸孔 我个人是比较喜欢这张脸的 它的替换呢 是来自于变迹钢第四集 Leader Christ的Atmos Prime 开始有的这个替换的一个面雕 这是一个露嘴的版本 但是我感觉把露嘴的版本 眼神看上去是不是比较 比较 比较 比较不像我对不对 就比较猥琐 所以就比较不像我了 所以我还是把它换回戴口罩的样子吧 这样看上去一身正气啊 就跟独春秋的我 是有一点像的 那它的 你有什么不满是吧 那这个武器 算了我不喜欢你这个武器 然后它的手炮也是有一个还原到的 从下方 从下方这个地方推一下 手炮会出来 很久没有这个官方的玩具 这种联动的机关了 而且我还是要提啊 这个1490台币去买到啊 我会觉得 这个已经是让我觉得很开心了 我非常的不容易了啊 那这个就可以实现它的一个啊 往前面发射武器的样子 那它还有一个所谓的一个肩炮 肩炮的话呢 就稍微要稍微要进入一点点变形的环节啊 我们把这个后面往后推一下 从这里往后推一下啊 然后把它整个给打开 打开的时候呢 就尽量的往后面推一点 然后这两片部件 先往上推 推出来之后 你看到这个地方 有一个双动关节 但是会从下方这个地方 把它给顶上来 这样子 另外一侧也是一样 我是习惯从这顶了啊 再把它给扣回去啊 扣回去之后 把这个胸口给还原 OK 就实现了它的两枚的一个肩炮 那肩炮的话呢 有一个毛发的刻画 但是毛发的部分呢 没有上黑色比较可惜 子弹的话呢 它的这个子弹啊 它的发射呢 先把它直接这样扣 给各位看一下 直接插过去 它会插到底出来 所以它的一个子弹 你如果不想 没有要玩发射的话 就是这个地方扣上去 这样就行了 那如果你真的要做一个 你看它这里有留一个缺口 也让子弹可以放在这里 那你真的要发射的话 是用推的啊 就直接像这样子 往前面推出去 没有什么力气是吧 这个稍微好一点 但是力气也不是很大啊 这种长长的子弹呢 然后靠推的方式呢 如果我没有记错 从我玩变异金刚入坑以来 这个是从领袖之政 第三季开始吧 这个The Beast of Hunters之后呢 才出现了一个设计 也算好吧 也算不好吧 因为弹簧的话呢 可能会有一个乱飞的一个状态 你用手推可能也不赖了啊 那这个肩甲应该是要提上来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啊 体格呢 很健硕啊 这个人形我个人是给予很高的分数的 那整个一个质感的话呢 摸上去的感觉也非常之不赖 没有什么大偷胶 几乎可以说是没有吧 那它的可动的话呢 手臂三度零度的转动 但是非常的可惜 没有齿轮的关节 真的太可惜了 肘肘可以弯超过于90度 拳头是可以转动的啊 还可以往内外稍微动一点点 腰身的话呢 可以变形 那这个刚刚有提过了 手臂藏了一个机关 指头的话呢 墨三指啊 共用一个根部关节 食指单独一个关节 拇指是卡死不能动的 脚前后踢啊 侧踢都有啊 前后踢有齿轮关节 膝盖也有齿轮关节 然后这个接地的话也是有 那接地的话 虚位是比较大一点啊 各位知道一下就行了 膝盖的虚位也有一点点啊 这个都是小毛病啊 病不严重啊 整体来说 我还是要说啊 是一款非常有趣的玩具 就是有手炮 有这个肩炮 然后又可以替换脸部啊 武器也有 那整个一个做工的话呢 也都在我能够接受的放了 这个价格来入啊 我是非常满意的 那我们的话呢 来示范一下它的一个变形吧 那变形的话呢 我们先 我的建议吧 先把腰身呢 翻转180度 这样一来 这里的空间比较大 那我们就再一次的呢 把胸口的前后给打开 那这个胸甲这一片就翻转180度 那么呢 这个子弹的话呢 就可以把它给推掉啊 我们把子弹呢 收回去原来的位置 记得这个双动关节要整个推进去啊 整个推进去 再来的话呢 把这个头这边整个拉出来 这个应该是大家都很熟悉的一个变形方式 那把这个星星的头跟人的头翻出来 你看啊 星星的头跟今天的头呢 大小是差很多的 再来这里要特别提一下 就这一块部件 这块部件的话 平常是这个角度 你要把它往内推进去 那推的时候注意这里 这个塑胶这个角 非常的锋利啊 没有没有处理啊 这里倒角一定是没有处理的 手去碰的时候很痛啊 就这个是非常的扎手的一个位置 记得这个部件要把它推下去 然后再推回去 这个时候呢 才能够顺利的合起来 如果你没有做那个 多折那个角度的话呢 这一块部件是没有办法合上去的 那各位知道一下就行了 那这个部件可以直接的把它给捂回去 在这里把它给扣回去 手臂又顺势向前就可以了 后面这一块直接打开 推上去翻转180度 往后面直接往后放下来 接下来脚的话呢 直接往上面推到底 往上 记得推到底 这一块部件啊 难得这块部件 这里有个凸 这里有个洞 星星 金刚王不是男的吗 然后呢 这个脚的话呢 往前面推一点点之后 这一块部件 往上面推上去 这里推一下 这样子 把它给卡住 其实也不能算卡住 它就是有一个 总理你这个部件 要稍微往前面推一点点 好 那这里的话呢 变形就是说 它这里是一个 等于是有一个小小松动关节 可以让这里呢 制造出一点曲线 那整个屁股跟腿呢 是没有得卡扣的 但是前面这一块啊 它是可以扣在身体上面 这个是请记得把它给扣上去 那手臂的话呢 就把拳头转到这边 那这个头的话呢 已经是一个 不用再多做变形了 这个呢就是它的一个新兴形态了 我自己的话呢 对它的新兴形态也算是很满意 特别特别是它的一个面雕 这个部分的话呢 我很觉得吧 相当的有还原到店里头呢 它这个有一点若有所思啊 既凶悍呢 但是又带着一点智者的感觉啊 它头的可动也不错 这样子转动它没有问题 它可以稍微往上往下 它都可以抬一下到非常的OK 那我本来以为它这个嘴巴可以打开一下 后来发现 我想太多了并不行 手臂的话呢 可以往前后动一点 但它这个垂胸的动作呢 虽然盒子的风会有做 但其实我觉得基本上吧 这个腿会折得很奇怪 所以我也就不强求做出那个动作了啊 然后这个后面的部分的腿的话呢 也基本上 你稍微动一下的话呢 造型都会破坏 所以我觉得吧 星星的状态下呢 还是你动头就可以了 就是尽量 让它摆出一个忧郁的一个眼神就好了 不知道各位没看过 有一个很帅的一个星星的一个新闻啊 那这个脚踝的话呢 各位也是可以稍微调整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一个脚趾 其实刻画的非常的有力量感 细节也是做得很丰富的 那比较 呃 星星状态下呢 它这些武器啊什么的 刀是可以扣在后面啊 那这个子弹的话呢 目前就没有地方可以存放 算是比较可惜的 那整体来说的话呢 呃 我还是以这个入手的价格来评断的话呢 这是一款我觉得CP值非常非常非常不错的玩具哦 那今天就拿到了 实际上玩了一下之后呢 简单的变形哦 扎实的做工啊 然后也没有特别大的一个 这个毛病啊 整体来说是比较推荐的玩具 当然可能有人更期待 SS那一款啊 这个就看各位呢 你是不是只入一个了啊 那今天这款玩具玩的挺开心的啊 介绍给大家 谢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集再见 拜拜